节目一起来谈 来谈这个 因为它只要达到 louk 就可以收起来 所以这个东西有很乏很多技巧 也就是说今天我想 讲得这么 讲的这么多 我想给各位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现在面临的 广告最 对不起 媒体最重要的 其实是一个通路 那通路是你生存之道 过来广告是你的最重要的收入 那媒体本身当然这三个缺一不可 你要让一个媒体健全生存下去 你必须本身媒体你要找到好的记者 或找到好的人才 通路你要健全 同时你要掌握广告 你这样子你才能够 一般商品也是如此 老人买商品 本身要有商品好的基本的品质 过来你要有通路 你要有广告 所以故意 既然台湾媒体在通路跟广告 基本上都在谁的手上 都不在我们的手上 所以你现在按媒体 像自由时报很辛苦的原因是你仔细看 自由时报还好 他现在自己有自己的通路 而且他自己订户 现在自由时报确实是订户最多的 但是你仔细看 他的广告不多 同样的 其实你在联合报 中国时报上 你也看不到什么报告 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发行量非常地小 中国时报联合报的发行量非常地小 那为什么中国时报现在对外卫先生说他损一两瓶 所以他开始赚钱 因为他接了非常多中国的资物性行销 他接了非常多中国的资物性行销 不然就是半国动 或者是半展览 像前一阵子在巧克力展真是他妈的 大家会去看 有没有遍你孙子或儿子或者是女儿 带你去看巧克力展 花三百多开进去 那是什么展览 那是什么报纸展览 那你会报纸展览 最近孟乃怡为什么报的办 又是什么报 你看他们现在报纸都是靠这个办展览在 办活动在站起来 不是在靠 已经不是在靠发行报纸 因为现在真的就发行一份就赔一份了 所以我怎么说 到了走到今天 我们台湾 台湾人应该怎么办 面对媒体全面性 几乎是全面性 你说 报纸就算自由时光一家 电视台 民視跟三立 那也只是让特定节目人口 三立是靠大话的 其他的他记者又很差 三立记者很差 因为老板你怎么结果 然后找到记者又很参议 你常常写错自己搞清楚的方向 然后所以常常出错 那民事 民事是什么 更搞笑的 蔡总统很爱跟他说 说我民主当事会是对 董事会是对 那我记者是心动的 是心动的 是愿意 他这样跟他说 他敢跟人家跟他讲说 我们董事会是绿的 其他经营阶层是懒的 记者是心动的 那你能说什么 你能说什么 所以在媒体 那法文笔是怎么走出来的 那个媒体的这次的法文笔是怎么走出来的 就这一家 叫做爱杰比尼尔森 以前叫做A.C.尼尔森 但是A.C.尼尔森已经八次改老板了 所以现在的最新的名称叫爱杰比尼尔森 只剩他这一家在做两家 那本来还有一家广告人 在媒体里执政的时候 本来三家电视台 他们有另外成立一家广告人行销 是专门做 做搜索律调查 因为爱杰比尼尔森是美式系统 那这家广告人 外人行销他所做的是什么 是做日式系统 而且我看过数字 我认为日式系统比美式系统还准 你知道美式系统是谁带进来的 爱杰比尼尔森是谁带进来的 是雷茜 新党的雷茜 所以你也知道他的数字常常是有问题 我认为是有问题 那日式系统应该是比较准的 真的比较准的 男士呢 男士呢 他撑起来 因为这市场的数字怎么可以比较准的 对吧 还有阿扁 我也不知道 这个北七 我怪他竟然说 我一天都不懂 我怪他死了 因为就媒体的角度上来讲 陈瑞扁他八年 把台湾问题的状况搞得真的是 击重难 感觉没有借 请假许一个问题 一个核心问题 为什么那时候阿扁总管他不管这些事情 我觉得很纳闷 都一直很纳闷 其实有个核心的应该都没管 没有很纳闷 因为老师在 本来只是有无息 那旁边这些幕僚呢 这些幕僚 分钱就好了 分钱就好了 比如看他们马尔城 马尔城结婚 十四家金控来了十二家 对不对 这就是我为什么 对陈瑞扁其实很生气 尤其媒体 就媒体这一块来讲 你说数字 日识政治比较久 但是他却摆着让他倒 倒了 你几乎没有一个可以制衡的东西 埃及比尼尔心是很糟糕的 为什么 对不对 刚才知道 常常在讲 统计学上 你至少要有1067的用本 你才能做出所谓的正负三发 来一点的复杂 其实搜视力调查也是一个统计学 也是 其实就是一种民调 那你想想看 像美国三大电视网 一晚上主要节目就是三四个而已 哇 你做出来的搜视力的调查 如果说好一点的 30% 25% 17% 假定师做出来这样的数字 诶 这是准的 为什么准的 因为 这都是超过误差范围 3% 所以美视 是因为他 而且比尼尔心 他是从美国进来 他其实我相信在做大样本的时候 不是大样本 就是在做这种节目只有几个的时候 他觉得会准 好 但是现在问题了 台湾晚上一开起来 100台 所以每个节目开起来的数字 我当初 如果说我们能够有3% 走到5分 其实在我们有些电视台里头 你的收视力有到0.5 这个制作单位很骄傲 你知道 但是0.5 他在误差范围之内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些电视节目 都在 都可能是在 完全被扭曲的情况底下 在付广告费 然后在竞争 是这样 真的 你没有到3%以上的节目 他都没尊神 那根本就是 都是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现在就是靠爱结底 你只有一家爱结底面 所以媒体 你要生存 我说不 媒体本身 通路 广告 其实没错 广告的根据是收视率 广告的根据是收视率 收视率 收视率道常 我们也更多 我不是不要说掌握 就是这里头也不进科学 那你连竞争者都没有 以前开一个广告人 可以採考 现在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必须说 台湾的媒体问题 现在几重难返 加上说这几年 中国的力量 在马英九协计之下 完全进来通路 广告日志媒体很深的时候 我们记得这样 这是我忧心的地方 这就是2012年 我认为 我们一定有拿回政权了 我们至少把 这些已经进来的钱 不要说逐出啦 就把他学本无归啦 就让他变成台湾人 因为我们可以掌控的 那些 2012年 如果2012年 我们这全部拿回来 过去呀 过去呀 我们全部完全 以后没机会了 老师 我再一个问题 请教一下 这个是一个历史悬案 当时的 方奔府的 台湾新增 谁关掉的 全是编啊 哇 那这个跟我们坊间的流传 又有一些落差 不好意思 很多人说是 说是 那时候 那时候整个官房 贏到姚文智身上 叫姚文智在高雄 因为换了选区 也选择大乎 那现在真相大白了 老板不可以 你这样看吧 将领何德何能啦 将领何能不能关掉 我问我的前面 我说不定是在的 我当温某红节目那么久 但是各位 他关节目前半年 我就不去了 为什么 一 咱公姐的现在 我知道 有人跟温某红节目的络合 温某红节目的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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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做媒体 不该这样的做 我当面说 那是有內容的理由啊 這個其實是有一點 而且更多忘了你摸這個款幹嘛 他說要辦媒體 他在主席上照我看而已 恐怕 出來了賣工 你看我問我突然來有辦媒體嗎 他的木板到底那些錢如何是積合 如何知道他的下落在哪裡 現在有人管 當時他木板過多少錢嗎 沒有嗎 是啊 我們台灣人很聰明 我說我常常看台灣人很聰明 錢要關閉 關閉之後你知道嗎 沒有 我講的 但是你另外特別注意到 其實我木屋到後來 他收視率很長 我木屋雖然曾經創造台灣最高正門節目的收視率 沒有人初期又沒人就這麼高 那時候他紅了之後 他連重播都比正門儀的節目高 那為什麼這麼高的收視率會弄到後來關節目 因為他到後來的節目真的是0.01 那後來的收視率為什麼會 他還會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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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 我細說了也實在是很難聽到 但是我只能這樣講 一個大哥崛起到衰落這麼快 其實都是有他的軌跡跟道理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說一個結封 要關 你也好 收視率後你不許大化收視率這麼好 即便把很久真的想關大化 好多次直接跟三億老闆談 那你關得掉嗎 關不掉 大化收視率就是好 他收視率就是你2100的三倍兩倍 是不是關不掉了 好 那為什麼 關不回局到後來聖經點名義 因為很多觀眾也不看 他自己嚴重你也是180度的轉變 是不是 像你沒這個能耐 也不是說我挺卸或什麼 民進黨很多人都在那邊自己把這個人貼標 但是我只告訴你 就事實而已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沒這個能耐可以去關心 只有陳最年 這也是自然甩拜的名義 一收視率敗 我不會敗到那裡 你關電視台 怎麼可能會繼續用 我那期間搞 現在需要休息嗎 還是說我們早幾分鐘 十分鐘 還是大家開看 你現在想喵喵就喵喵 有問題的我們就來談吧 那像2012年的情形 你覺得如果小英主席上來的話 他會執行臺灣人想要做的事情 還是他還是模糊地帶 我跟你說 不要急 現在有很多事情 主席也完全行 哪有畢律 臺灣人真的要有智慧 我認為臺灣人有智慧的人之一 就是黃信介 是 他講一句話 我認為臺灣人要記住 黃信介說這句話 他說什麼 說台獨啊 宏一啊 大家還記得這句話嗎 台獨一要怎麼樣 宏一要怎麼樣 來聽看一下 大家記得 黃信介 只能說 不能說 台獨要只做 不說 統一呢 你說不做 對 這個才是有智慧的話 你就做 他一直講說 統一啊 他也成立國統會啊 成立一大堆 但是為什麼 共產黨恨死呢 為什麼新黨恨死呢 因為他只做不說的台獨嘛 他在很多真正有力量的地方 他把統和力量拔掉嘛 知不知 所以國民黨才會一分為三 才會讓成立一點賺到那個總統 統一只說不做嘛 他也是這樣 他有一個國統會啊 你不能說 欸我怎麼沒統一 我有國統會啊 我有國統綱領啊 但是有這個國統會 國統綱領之後 李登輝做的就是做台獨的事嘛 對不對 所以 阿扁亞呢 阿扁亞是台獨只說不做 對吧 對不對 你看看阿扁亞 台獨只說不做啊 正名字憲 他只是去把那個牌子蓋上去啊 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 所以 我說實在 我看不去阿扁亞 就是阿扁亞 被他死了 他真正不死了 真的 我看到了一個沒有智慧 然後呢 也沒有策略的人 被當成立國民黨的會主 所以我認為 如果2012年 有機會真的把政策打回來 我們不要急 我們不要急著要 小英一定要 立刻做出什麼 這個 這個 因為到時候你會真的把台獨 變得直說不做 我們其實慢慢來 我們只要做 我們不一定要講 為什麼 因為我跟各位講 這幾年 除了媒體 中國控制之外 中國現在的影響越大 在政界裡面 所以在台灣各行各業隊 包括股市裡頭 那些民主者你看 你一生股市裡頭 他現在跟你吹噓的都是什麼 都是中國干涉 現在台股安股 台股會上的都是中國干涉 為什麼 真的是這樣子嗎 東訓業公司在中國多好呢 我做過就舉個例子給各位 去年 去年炒作什麼 家電下鄉 喔 台灣沒有拿幾家廠商 這個是家電下鄉裡頭 被 這個中國選定了幾個廠商 哇 股市在台灣有炒炒炒 這個翻了好幾個掌停板 你聽到的話你就死了 聽不懂 家電下鄉包回來多少 買了我們多少洗衣機 買了我們多少冷氣機 他們 三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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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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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就是一千萬 一千萬 結果 那些股市民主賺了我們多少錢 他媽的不只這個錢 是不是 好了 現在他們約了一個十二五計畫 第十二五年計畫 又說要讓台商進來了 哇 最近不是又在炒十二五嗎 你們等個看 待會多少 所以 連股市裡頭 現在股市民主都在替中國講話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各位 台灣的整個經濟力 現在確實太低在中國 那你想想看 中國有沒有力量 如果說小金蕩子之後 他整我們 有 他可以把我們的友邦 立刻抓掉和解 中南美洲人 因為這幾年 我們已經看到巴拉圭 很多 扎爾瓦多 這些政府都已經準備要跟北京進交 是北京說 阿且慢 而且北京還跟他講說 你現在跟台灣進交 跟我們進交一樣 我們都是兄弟 所以現在我們的外交數字 那個建交國是已經在被我們維護的 他絕對有能力在警告 可能就是小英國的當選 他可以可能在短時間之內 四五個國家宣布跟北京進交 跟我們斷交 同樣的 如果中國對台灣展任何經濟上 做出很多動作 做出很多動作 我們的股市一定都不太多 你現在這種態勢看起來 絕對會迷失 而他在台灣媒體的這種影響力 所有的影響就是怪 怪誰 怪蔡英文 怪民進黨爭議 如果那時候民進黨是真的的話 所以 所以我們當然要特別小心 如果我們期待 就是說一開始我們要 就那些只是宣誓性 去刺激 去刺激美國 去刺激中國 會一些風俗 像阿姨那樣做的 那當然我們不得不停 但是做那些事情 我們不知道 有可能沒什麼 沒什麼 那這種事情 我覺得那就是有有無謀 會溫習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只要記住皇帝 可以講的這首歌 才讀 只做書 統一 只說不做 不要急 因為我們八年執政 那是長執政 我們期待能夠未來 真的2020年之後 大家好好的來做 我請教請 我們搞不好四年後 又丟掉了書 陳立你對大家也是很有心 你乾脆加入我們這個建國會 好好的 真的啊 考慮看看就好了 考慮看看 來個Q人的 黃信介說的 這個事情 我們這個法理建國論 都不會走這條路 那兩條路都不會走 因為台灣 就法理建國來講 台灣沒有獨立問題 對啦 我才在那邊你的意思 台灣如果宣布要獨立 就是對美國開戰 所以我們沒有這個主本 通運 你還可以 我們在美國開戰 戰敗就好了 對 現在我開始 就是要問說 因為你對媒體的 現在加些什麼東西 現在台灣民進府 如果真的執政的時候 好 我們現在的可能 開始一定要有很好的傳媒 所以我們可能 還徵用媒體 他你的看法 我一定會這樣 現在把他吃得好 假設有就對了 好 你們看怎麼做就對了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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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媒體的生態如何改變 好 麻煩我們先來講 他是台灣,台灣絕對要有美國,要不要把他自己拿 美國,美國不可能 但是現在中國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美國現在缺中國錢,中國現在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債權人 所以你要了解美國在很多事情上,他現在越來越增重中國 所以後來台灣,現在要脫離中國 那美國又,其實關鍵還是在美國的態度上 跟全台灣人民的一致 如果說我們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都同意 我們跟中國是一變異國的時候 那老實講,你中國人,你也不太讚你給我 所以我建議黃立宏可以多聊天 黃立宏去唱歌 哈哈哈哈哈哈,沒關係沒關係,我說剛才是整個 有一個人,有一種路上走,我拜託,叫人你給我,我給你回頭 你知道,我知道你給我,幫你拜託,不然我給你我去這裡 沒有啦,你只要了解說,這邊這裡就是你 剛才像你說的這樣 其實就是,現在大問題就是說,多數台灣人蒙蒙都動 這才是很難過的地方 多數台灣人他不在意這些事情 我現在要跟我們的統治人也說 我們也跟這個演講者,做一個播槍,不好意思 其實呢,我們台灣這名政府在做的過程表白 我們不用去跟台灣人經過他們大多數的統一 因為我們不是,我們的老闆是人品,因為我們不用扣銜 我們扣米國就好了 所以米國才是台灣民政府的老闆 所以這個米國要跟我們支持就好了 現在米國又沒有支持,這個愛人,不是金國跟我們 米國就沒有參與了 還是,現在沒有出貴 我問你,我問你,我問你 米國不是沒人 萬光民生前100萬都落 不可能沒差 沒關係,我問你 現在,其實大家都關心台灣前走 我們也不想被中國拚噴 在沒有不希望被中國拚噴的情況下 這就是我們眼前最重要的任務 那很多人說,媒體 要怎麼處理,媒體的結構 大家知道我,我媽媽是爸爸的生人 所以我是外省第二代 你講的為什麼要退休? 我知道了,反正你要幹什麼 你想想看我這種背景 我剛從退伍我進入聯合報 很快就被調跑國民黨 戒嚴時期跑國民黨 那個是經過多方考核 覺得我的血統是純正的 血統純正正來 你才有這個機會 我們就來看媒體人的結構 國民黨控制媒體那麼久 長期以來就好像共產黨的樣子 媒體 早期最早有新聞系的是什麼學校 政戰 是軍方 政治作戰學校 所以後來才有政大 其實政大現在的校區就是以前政戰 政公幹校 早期政公幹校就是 最早來台灣的時候就是政大現在的校區 後來才遷到九州大 然後把那個校區就設政治大學 所以你要知道說國民黨控制新聞 台灣第一個新聞系是政治作戰學校 後來才有政大 也就是說他從校園裡頭 他所培養的 基本上 那個時候會去讀新聞的 本講人很少 台灣人很少 多數還是外省人 為什麼 都好像外交 外交跟政治系 為什麼台灣人是自動不念 因為早期台灣人大概都很清楚 我們進了外交體系台灣人 也不一定會重用 我們進了政治體系台灣人也不一定會重用 所以真的都比較少 確實也是很慘 我有一些第一學長 他是台灣人的 他在整個外交體系裡頭 他都榮民就把你排除掉 他升官的時候都不考慮你 同樣的在新聞界也是一樣 是外省人的和諧 都是以外省人為和諧 我是台大智慧的系 比較 那政大其實結構就是 就是外省人的結構很多 所以你要看 比如說這些年 從政大開始 他所培養出來的這些博士 他到其他學校開傳播系 但是早期台灣的傳播系 新聞傳播 政大出來就是輔大 文化 民傳 世新 就是世新 那當初世新 他主要培養的是什麼 是那些比較 新聞界裡頭比較底層的 所謂的攝影記者 農層 地方記者 所以你要看 到聯合報現在 地方記者跟攝影記者 很多都是世新出來 老記者 都是世新出來 他不會讓你高上 因為你 你到一定程度 他就不讓你上學 那地方好在哪裡 地方記者 其實在地方 跟幫忙一樣 等於一家 比等於吃喝玩樂 都有人替你出錢 所以 你叫他 他不要離開 你要叫他來中央當 採用主 副主任 他不幹 那地方 派系 政治人物都給看他的眼神 選舉 他可以收到現金 你知道 因為現在政治人物 現在張通榮 其實不是要 就說 假笑 有人問他罵媒體 沒有人罵媒體 賣給你高官 看你民意大利 我叫他 為什麼都能敢這樣講 那就是媒體 長起來就是 跟地方政治人物的關係 就是被收買的關係 收買被收買的關係 那所以 外顯人很清楚 或是要控制上層结构 或底層结构让你台湾人群有问题 让你去享受利益有问题 但是上層结构关键的地方又要控制 所以以至于今 即便增长轮替过 上層结构还是一样 是个钻石的外省人结构 同样的我刚刚讲过的 发行系统的结构 通路的结构 现在经过改变 本来也是外省人为主 但是现在经过改变 但是现在是以中国为主 那中国力量在我们各个发行体系 通路体系统是极具力量的 广告上層结构 一样是外省人结构 所以 比较那样改变 我想这个必须要时间 它必须要时间 它必须要时间 还加上有智慧 有策略去做 有人说 毕宏 他叫你的词典去念传风学科 然后让他去媒体的当记者 从根本改变 我说不要说 因为你只是把你的小孩送进新闻系 出来之后再多训练一个蓝色的蓝音音 为什么 在学校里头老师都是正在跟正在体系培养出来的 都是深难思想的 毕竟老师四年给你的灌输跟教育 你在潜移默化里头 你慢慢就跟着人家走 好了到了职场去之后 职场里头的长官全部都是 几乎都是外人 他叫你做的叫你做的 你也很清楚 如果你做 这个不符合长官的要求 你问结果罗哥领上去 你很快就被拍了 所以你慢慢久而久之知道说 哪些新闻可以上 哪些新闻不能上 你自然久而久之 你也知道在那个环境里 你要拍什么角色 所以把台湾小孩送进去念新闻系 然后在互联网新闻 他有这样子的来电话 所以不是说无效啦 我必须说你必须要去改变这个 外省人控制的上层结构 它不只是外省人 它还有国民党 就是外省人加国民党控制的上层结构 你必须要改变它 光元2000年 这个上层结构没有改变 因为人民改变的 但是要改变的 我们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这些年 这些年因为在在野的帽子底下 他们这些结构更加偏激 更加偏激 因为这些结构在失去政权之后 他们跑去跟中国合作 寻求中国力量的协助 所以现在是 这个结构不只是外省人 跟国民党还加共产党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寄望于 在另外一次的人民力量的决心 因为2000年 这个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底下 人民力量决心改变 2012年 在这个结构更加加持中国的力量之后 我们就只能在期待人民 但是人民如果是改变之后 我们就要来 我们一定要来改变这个上层结构 我必须说2000年到2008年 卓水扁对于这些上层结构 不但没有改变 神迹推波出来 我们跟中国进一步的合作 我为什么刚刚批评卓水扁说 他台独只说不说 统一只做不说 你知道他跟陈平通 陈平通有一次请我吃饭 他说陈平通 那时候他当务委会主委 说阿比亚纪念词给我个任务 就是完成大三分 只是这些话我们就不辨 你对外公开多多数 所以你能说什么 就说奇怪我们陈平通 他刚好把陈平通的画颠倒 他台独只说不说 统一只做不说 所以我们现在状况才会这么长 寄望于2012年台人 您重新觉醒之后 要怎么去改变这些结构 很简单 不要再用过去的这种 所谓的资源分配管道 我对民进党一个 很大的生气的事情 就是说 反显来陈平通的资源分配管道 在2000年到2008年 执政来没有改变 也就是说 我们自己突刑 他说他在卫生署任内 他才发现说 整个卫生署的广告支出 还是跟过去一样 联合报跟中国时报最多 自由时报基金没有 电视台也一样 都还是维持着这种统派统媒 分配最多的资源 其实是卫生署属主 各大卫都一样 民进党执政 但是他的资源都没有管道 都赶快 所以联合报跟中国时报 拿了你的资源 他以为 他以为 他以为我 陈队平 或者是民进党的这些官 以为我收 我对你好 我把资源都带你 你会对我好一点 不好意思 我破零的事情 因为你要知道媒体 这些统派媒体 是把你承真扁 把你民进党这些政治的目的 是打从心底否定的 因为从小他们就被训练说 你们这些人 你们这些人是三合一敌人 对吧 你今天三合一敌人 你对我再好了 你还是敌人 所以如果 2012年真的能够执政 一个 完全调整这种 过去的资源分配管道 广告收入 不要再给 绝对不要再给 绝对不要再给 那些统派媒体 那政府的自助力行销 就渴死他们 饿死他们 看他们网网 网网网网 过来把蔡衍宁 把蔡衍宁 这个中国的走狗 我们讲的自在话 我们好好查他的事 查到他乖 查到他放出 或者是吧 放出这些问题 这些都要做 就是说真正要做的是 我们不要去刺激什么 但是 这些 这些 改变资源分配管道 这个不需要说 就是你的政务官 这个要做 他不做什么制衡 他不做什么制衡 现在网路上也有人讲说 谢杰柱签一签 当初阿扁总管 就是这个刑警 都没有签 刚需保持 这就是 我们要去做 可以 我想 我们只能期待他如此 但是我们不能够再拿 台湾的钱 台湾人的幸福 是没错 是没错的 其实这也是我帮助人民帮他 因为 民党官很奇怪 民党官很喜欢另外讲 但谈起来台湾人是被统治的 等到他搬官之后 他觉得我的基要 一定是外省 所以很快 几乎所有 我90%的民党的政务首长 他的基要全部都是外省 然后这些外省 再把他们的讯息拿去给 美国保障国时报 拿去给 二亿停定 所以大家用膝盖 都差不多拍过 我自己看 这个是人性上的一个缺陷 但是我只能说 我也没把握他们能够做到这些 我没几个期待 因为在我看 国民党继续执政 那对我们来讲更糟糕 我们只能期待民党他上台之后 真的能够去做 改变这些结构 先从 先从 就是停止过去的 把资源分配给同台 同美 您认为现在 现在小英 代表小英 这个市益 这个超会面集团 这些所谓的青壮派的 他能够有坚持理想的这种决心吗 他会做吗 他会打破这个制度吗 他是新潮流 他会打破这个结构吗 他那个理想吗 他们的素质在哪里 他们的素质在哪里 新潮流 派系这么多 新潮流 一拼一拼 对 还有这个公拉派的 也是 我只能这样讲 我本来就不太过去玩 但是我唯一能够讲 我对各位讲 我再怎么样 民进党都比民党继续执政 要对台湾来讲好一点 这是两个相比较的结果 在国民党继续执政 我们开心 我儿子女儿 我女儿都要变中国人才不要 我直接跟各位讲 我都说过 各位跟我女儿讲 如果2020 台湾再给民党继续执政 我去美国当乞丐 我不想到台湾 因为 这个话还有什么好留念 你快听吧 是不是 所以我告诉我们 我们只能期待 因为民进党来带上去 啊 等一下 有啦 我说一下 你才会 各位注意到很有趣 国民党最近提名一个人 选 选 选 海县的 立法舞 是国民党提名的喔 陈超敏 他给民进党续执政 民进党续执政 民进党续执政 民进党前例的陈超敏 现在挂国民党的名义 这次在苗栗参选啊 蛤 蛤 啊 这个人以前是什么 台独联盟啊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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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立法委員叫什么名字 林维州 林维州 嗯 现在是前一阵子 国民党在地方派系 出来开记者会的 林维州以新竹宪议会副议长的身份 也站在那里 跟他在乡 他现在是国民党籍人 新竹宪议会议长 所以台湾兵永转播政兵 他 这个台湾 你这样看 有这些人 你还有什么好期待 那民进党现在里头 还有多少林维州 还有多少陈超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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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我还是一个想法 我还是一个想法 民党执政委 要怎样 或比多一大 可以更好 也因为这样子 我才会很碰我去走敏 不好意思 我不是向讲师挑战 不要紧 挑战不要紧 这个根据我们到目前的预测 2012年恐怕不会全 这个事情呢 最慢最慢到今年年底 你就可以看得到 如果快的话 7月份就看到了 那么没关系 因为毕竟现在还没到 那么应该很快就会看到 所以我现在要请问讲师 那我们刚才在讲说 如果林静党执政的话呢 总是比国民党更好 好一 没有说更好 可能好一点 可能好一点 但是有可能看法呢 事实上呢 那个都是不好的 反正国民党这个选上了 或者是林静党选上了 基本上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在想呢 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改参观台中华民国下面 换了一个政权 那么只有这个是可谈的 那么这个没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 那现在要请问讲师 这个问题是说 那刚才不是说 林静党要选上了 会比较好一点吗 但是现在呢 根据美国的这个CIA呢 已经跟我们讲了 那么这一次呢 林静党一样是选择是大败 而且可能呢 根据他们过去的这个力量 第一次的这个选举的估计呢 都是很准的 那么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相信他 这一次也是很准的 他认为呢 这一次小英呢 选举的时候呢 还会输一百万票 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形 该怎么办 那台湾人是不是很多人要去自杀 很多人忧郁的 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 那是准备的 那是准备的 因为这个是CIA的估计 好 CIA也有点准备 我想你讲的 我有说 如果2012年还是国民党 马英九连任的话 那我也不想怎么办 那我也不想怎么办 你要留下来喔 不要 我就去找 我必会跟各位讲 你留下来 如果还是马英九执政 我到美国当期可以有关 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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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 累 累 民进党不值得期待 国民来 又不来 都会 骗 骗了六十几个 都会骗 那要怎么 那你在两难一间 我曾经说过 我现在是告诉自己 民党怎样的 民党骗了几条面 才能两难 最后 你都会 看不见不见 好 你都会常常为何 你看 你会发展去世间 父亲的父亲 国民党 国民党出了很多事情 那些官 跟一个民工的动 再怎么样 我会觉得说 民党至少 稍微 台湾人他还可以记载 一条 你 公民党先公 那至于说 如果 2020年 台湾人 没办法拿回来 还是国民党执政 我都会讲 第一个 马一九 他接下来 一定是跟共产党 他甚至有人直接讲经济统 一 这个在中国的这些 不要讲官方 甚至连报纸都出来 EPFA 就是经济统 跟经济统 一 那第一任 哪一九 第二任 那你这样看 第二任 你让他人玩鬼 那就是政治统 对 不过政治统 也就是他要透过政治 所以政治协商不做得了 但是他就有闭嘎 闭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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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想看 接下来就是做政治协商 政治统的事情 那 你能改变这一切 还是改变不了 你改变我们可以 还是做一点选票 可以改变 可以踩大圈 接下来政治统合 你这个时候 你买 台湾跟中国清潜 美国也没办法 对不对 你跟现在美国也很无力啊 很多 对吧 对 如果2012年真的在让马业很紧重 台湾就变成中国的台湾 不再是台湾 他必然的路线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这个论述也都在外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这个论述也都在外面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知道我解决 我解决 你的逻辑我必须我了解 但是 我只想问各位 2012年之后 你们也许还有一点声音 也许这个组织都会存在 2016年之后 你们还存在吗 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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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样的想法就好 有这样的想法就好 还是中国北京政府 现在假设说马英九当选 那么 现在就要开始做政治谈判统合的事情 那么 那 那现在来想看看 除了台湾受害以外 还有没有人受害 那个人会不会紧张 就是说 台湾去让中国提起就是了 那么有三个人觉得很坚定 我就提起了 我孙海非常严重 我们可能对那个角度拆一招 那些人出来 那些人 因为孙子很大 要找当初丢出来 那些比孙海那些国家 实际就对了 好 台湾摩托 我们以二次世界大战为意 欧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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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讲欧赞 因为对美国人而已 欧洲比达出重点 德国 德国一开始 投背他的武力的情形 其实当时包括英国 包括法国 甚至包括美国都同意 德国武装 甚至当德国 进波兰的时候 法国虽然去不困 德国 英国给他去不困 但是美国 分封不动 他认为那些没问题 我也不知道 所以他去不困 但是 美国那时候 内部已经有人在讲 注意德国的困难 但是当德国把法国很快就灭掉的时候 他们在敦克尔克大撤退掉 美国人才是资源英国 才是资源英国 但是美国不然没有宣战 一直 其实一直是到19 美国正式宣战 本来是在 政治党事件下才正式加入的 日本人攻击 在那之前 美国只是在背后协定 打仗了 还是得利国 他们自己独立打仗 所以各位 我觉得如果我们把全国寄放在 一个国家的 一个国家的一致上 我刚刚也太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家的 人民 人民有没有办法去 最重要的是我们人民自己 如果人民没有自己 美国怎么要 我就是说美国 美国尊息是大 尊息是大 美国在台湾的经济力 到底就不大 美国在中国的经济力 原来中国的台湾 是不是 你说战略地位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战略地位 可能中国掌握台湾之后 他到太平洋去 完全没有进来 他的潜艇航母 可以以台湾的基地 没有对 一定美国这几年 在关岛 关岛这些地方 加强防御所谓的 因为我说实在 我认为 其实我担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去的 这些岛链的设计 其实它慢慢在 活弱化 韩国 韩国一直要 美国撤进 是不是 都有这种问题 日本其实内部也一样 沃沃沃抗争美国人 要美国人撤进沃沃的动作 其实都很激烈 都很激烈 所以美国也同意沃沃 其实他们要 要在一定时间内 沃沃他们也在考虑撤进去 菲律宾一直在里面 科拉克的基地 这些菲律宾的基地 都只能有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以前 所制造二战之后的第一岛链 也是 一定把他们碰起来 台湾在第一岛链 其实位置是重要的 但是 对美国来说 既然前头一边韩国都有危机 菲律宾也撤走 这第一岛链其实已经都破碎了 所以中国现在 中国这几岛链的演习 都跑到台湾的东边去演习 都跑到在平壤那边去演习 所以第一岛链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美国现在在做哪 做第二岛链了 他现在在这边一边转 翻倒 那一些 陈立宏陈先生我想请教一下 那你对前一阵子 那个AIT从日本 不是AIT 那个从日本撤侨视线来看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看法 撤了几个 40个 40个陆战队 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差了几十个而已 没什么看法 只是 不在呢 只是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疏散地而已 我们不要把自己当作 老实讲 我觉得 美国其实已经有在准备 第一岛链放弃 也是准备它的第二岛链 它现在是一个第二岛链的转移器 那你知道去年 去年有六艘航空母舰 在那个日本附近进行演习 你咱们知道 至少五艘到六艘航空母舰在那边进行演习 准备要向北韩开战 你知道吗 有开战 那就是要逼他开战 那我问一下 美日安保条约 美日安保条约包含台湾在内 非常的清楚 蜜月已经解密了 包含台湾在内 不啦 我告诉各位 我说我们希望美国啦 我也是告诉你 如果是我 以后我跟美国之间选择 我当然报警美国跟大陆 2 3 3 5 5 5 6